我是超好康 歡迎來到TVBS超康戰情室 在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林俊憲委員 藍軒小姐 楊永明副民事長 洪孟凱委員 李博弈議員 好 那麼克里米亞 什麼叫克里米亞模式 就是先佔你然後再公投 然後就回歸俄羅斯 這是克里米亞的模式 那現在美國說俄羅斯想要併吞 烏克蘭其他的地方 普丁說不是 是要烏克蘭歸還我們 本來就是我們的地方 什麼是你們的地方是我們的 俄羅斯搞不好有一天跟妳講 美國把這個 所謂安克里奇 阿拉斯加還給我 因為安克拉 就是安克拉是阿拉斯加的 州政府所在地 本來也是俄羅斯賣給美國的 才幾百萬美金賣 開什麼玩笑 還來 還你錢 俄羅斯外長不演了 什麼意思 坦承俄羅斯的目標 不只是烏東了 原來只是說烏東 對不對 只有頓巴斯那邊 現在說不止了 要攻佔更多烏克蘭的領土 為什麼 你歐美一直要給他武器 你們打不停 我本來可能只要烏東 但你們這樣打下去 打不停 我就跟你幹到底 所以 俄軍進攻會更深入 如果西方繼續提供烏克蘭的 遠程武器 所以目標不只是頓巴斯 還有其他地方 而且烏克蘭現在 因為拿到很多新的武器 所以去攻俄國的重要的 軍事補給的橋樑 就把你橋炸斷 看你怎樣 俄羅斯就是攻擊烏東跟烏南 雙方看起來並沒有要平息 反而這個衝突 作戰越來越激烈 美國國防部長說 我要再給四套海馬斯火箭 很有用 對不對 再給他 現在總數會達到16套海馬斯 這種多管的火箭炮 火炮 不過80公里以下 不會給你以上 將來會一共給他20套 可以發揮很大的戰力 CIA估計 現在俄羅斯死了1萬5千個人 然後傷了4萬5千個人 多不多 多不多 也不多 打了5個月 所以昨天司機說 歐盟制裁不夠 所以造成這樣 應該再多死一些俄軍才對 另外歐盟要各國砍天然氣 各國你們先砍15% 不要用那麼多天然氣 你們浪費幹嘛 縮衣節食 不要吹冷氣 冬天不要吹暖氣 對不對 減少15% 免得俄羅斯用天然氣來要挾 另外烏克蘭第一夫人到美國演說 也說要對抗俄國的飢餓遊戲 你看不夠我們天然氣 不夠我們糧食 讓我們餓 所以你要對抗他 那麼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密尼說 他大力支持普丁 說俄羅斯就算沒有派兵到烏克蘭 北約也會攻擊他 所以還不如先發自人 否則這些你看這些六七次東擴 一路下來一路下來一路下來 到了家門口了你還做以代弊嗎 這是哈密尼講的 另外普丁說我們會跟歐洲提供天然氣 但是怪你們不能怪我 你們搞什麼綠能 你們不說綠能很棒 就搞綠能靠太陽 靠風 然後你把我的渦輪送到加拿大 我送到德國 德國就送到加拿大去修 你不還給我 雖然說德國現在跟加拿大交涉 不是俄國跟加拿大交涉 是德國跟加拿大交涉 你趕快還 你不還我德國沒有天然氣 但是還是從原來的產量少一半 原來是六千萬立方公尺 現在只能產三千萬立方公尺 少一半 如果你再不給我 我會再減少 所以你們不給我 不給就算了 你們去用你的綠能 靠太陽 靠上帝 我們看一下 俄羅斯兩架圖160轟炸機飛越北極上空 敏感時刻提醒西方國家 裝載核武的戰機隨時都能升空 而在烏克蘭戰場 俄羅斯國防部釋出畫面 看到樹林大爆炸 號稱摧毀烏軍部隊和武器庫 狂轟濫炸不只炸到烏克蘭人 還有俄羅斯人 不過美國白宮警告 俄羅斯正準備併吞烏克蘭國土 戈比也預告美國白宮接下來幾天 就會宣布第16波對烏軍的新援助計劃 這個戰爭已經快五個月了 其實也的的確確烏克蘭疲乏 我們已經講了大概快一個月了 越來越明顯了 西方國家根本沒有看到這麼遠 就以為說提供這兩三個月 結果現在已經打了五個月 接下來如果再打五個月 經濟的援助 各國的通膨到這種地步 各國的壁紙扁到這種地步 然後貿易有逆差 還能夠提供給烏克蘭 怎麼樣的經濟上的援助 美國也是如此 第三個 第三種烏克蘭疲乏 這兩天就很明顯了 烏克蘭內部有一些和談的聲音 就開始出來 你看到的澤羅斯基就開砸了 他就把他周邊的人 包含情報的頭子都給fired掉了 然後說他們是叛國 這個都話講得很重 也就是說他一方面是在做權力鞏固 另外一方面他其實他也知道 美國拜登沒有告訴他說 這個戰爭要停或怎麼停 所以他派了他的夫人去 到了這個美國 了解一下 到底美國現在態度 我覺得拜登現在把俄乌戰爭 跟美國的內政做結合了 在美國的期中選舉 11月8號之前 拜登不會做太明顯的 這種絕對的表態 你要談可以 他之前談過 你要談可以 你自己決定 但是我持續去 會加強對你的武裝跟經濟的援助 可是你現在看到 都是慢慢的慢慢的 而且規定 你不可以打到俄羅斯 甚至打到克里米亞都不可以 所以這個戰爭會一直的僵持在那邊 變一個持久戰消耗戰 俄羅斯拉夫羅夫就是一個警告 接下來這兩三天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義大利的總理 就是叫做德拉吉 他是說他要辭職 可是你看現在 包含義大利跟整個歐洲 都說服他留下來 因為他曾經做過歐洲央行的 行長總裁 他要辭職是因為 在整個通膨之下 意大利內部的政黨對他的批判 他覺得我不做了 可是他一旦不做 大概對整個歐洲的經濟跟投資 就會非常大的警訊 然後還有這個北溪一號 就剛才普丁講的 就是說是不是要給你一條線 讓你能夠持續的得到 來自於俄羅斯的這些油跟氣 這個北溪一號會不會 因為他中斷過 他說這兩個禮拜 在7月底的時候要維修 會不會回來 那普丁說你要減少制裁 現在是因為歐洲的 美國的武器不斷的去 俄羅斯既武器能撐多久 如果那邊不斷的圓圓攻擊 他總會打光 他不可能一個國家 一直儲存那麼多武器 儲存武器打完了 要現在製造 製造來得及嗎 我覺得這是個好問題 可是沒有看到有太多的警訊 也許俄羅斯方面的媒體 也沒有太多的報導 相對的西方這方面 反而提出來就是說 過去對於俄羅斯的估計 都可能過於保守 那是不是他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他也自己準備了許多 他也沒有做擴大的增兵 或者是說在這些武器之道 明顯有增加 但是很確定的是 俄羅斯其實主要是戰略武器 其實只動用了5% 也就是說大概就是戰略轟炸機 或者是射一些高音速的 超音速的飛彈等等之類 也就是說俄羅斯 針對北約的威脅 他還是持續的在那邊 但在俄烏戰爭的戰場上 他還能夠持續擴張多久 比如說針對扎波羅勒 赫爾松持續的擴大的攻擊 是不是他的下一階段的目標 如拉夫羅夫所說 還是拉夫羅夫只是一種威脅而已 來 林委 第一個 我的看法是 這兩戰爭現在慢慢有壓力要結束 但戰爭結束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烏克蘭敗了 第二個俄羅斯被打敗 對美國來講 我再強調 這大概是美國有史以來 最輕鬆的軍事干預 他只要負責出錢就好 像海馬斯 美國海軍陸戰隊有540套海馬斯 他現在給烏克蘭20套 就打的俄羅斯 這比青年種 基本上武器的供應 為什麼有一個時效性 因為你必須要訓練烏克蘭的部隊會使用 從一個過去是使用 舊蘇聯的制式武器 到轉為使用北約的一個武器 他大概都一些時間要訓練 甚至包括 事實上烏克蘭也有空軍飛行員 在訓練駕駛美國F-16 美國今年要淘汰220台F-16 直接作為靶機 就拿來把他打爛掉 隨便丟幾台烏克蘭都不得了 只是你要空軍會使用F-16 至少要有四個月以上時間 我覺得對美國來講 他有一個 他靠著烏克蘭這場戰爭 他會直接打趴世界老二 就俄羅斯 這場戰爭如果打到年底 俄羅斯會出現什麼狀況 第一個 他的經濟會承受很重大的壓力 現在估計 他一天大概要打掉200多億台幣 一天 他打到年底 至少打到十幾兆台幣 這場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 俄羅斯會打光他的軍火庫 他會不會 他有沒有辦法再回復 十年都補不起來 為什麼 這要錢 他的武器打光以後 第一個他沒有錢做 第二個就算有錢也做不出來 就是因為他受到一個制裁 我們剛剛提到的能源 能源基本上是互相需要 俄羅斯沒有站在絕對的優勢 為什麼 俄羅斯的40%的國家收入 要靠賣石油 天然氣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歐洲 他原本大概確實是依賴俄羅斯 就是他有60%的天然氣要靠俄羅斯 40%的汽油要靠俄羅斯 他現在也慢慢要調整 覺得這是個不穩定來源 那預估 在五年到十年 他對俄羅斯的人員依賴度 然後降到個位數 所以現在的世界經濟 確實會受到俄羅斯的一個動盪 但這兩戰爭有兩個結束方法 不是只有烏克蘭被打敗 俄羅斯被打敗 戰爭也可以停止 其實很清楚的 普丁正把俄羅斯帶向一個 他根本不需要付出這麼慘痛代價的 這沒有意義的一場戰爭 所以我認為要結入這場戰爭最快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知道美國或北約 有對俄羅斯這樣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規劃陰謀也好 那普丁為什麼要跳進去 停止戰爭就結束了 是 我覺得有古今中外史蘭 贏家 歷史是贏家的歷史 還有就是說道理 其實拳頭大的人講 這真的很現實 但也很殘酷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最主要就是說現在提到 有可能九月馬上就要做 烏克蘭的一些領土的 不管是俄羅斯宣稱的是歸環 或者是美方宣稱的假公投 其實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是 這很有可能是 很多套劇本的其中一套 美國的情報也確實有它獨特之處 所以說在之前大家都認為是說 俄烏戰爭不會開打的時候 其實美方那時候也都一直有示警 是說會開打 會開打 那確實也已經打了 快五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重點在哪裡 在於是相對來講是悲觀的 即便是剛剛我們有來賓有講到 是說俄羅斯有可能會耗盡他的武器 但不要忘記 這些武器全部每一彈每一發 都是打在烏克蘭的土地跟人民身上 另外一點是 因為我六月底的時候才跟江啟成委員 我到外交國防委會到美國去參訪 在美國現實的狀況是 他們的油價創下歷史來的新高 比2008年那時候的金融風暴 這個雷曼兄弟倒的時候 的油價都還要高 甚至在加州一加輪的油 八塊多美金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國內的消費市場 以及通貨膨脹的壓力 對比現在美國11月馬上要到的其中選舉 我認為現在的壓力 確實對於拜登總統 他們所屬的陣營裡面是很極大的 所以說這一點我們還是看到 未來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我們當然希望短期趕快結束 但是相對來說我覺得走向確實悲觀 最近美國油價有往下走 不過跟一點比還是貴 不過我覺得剛剛俊先生講的也是對 俄羅斯跟烏克蘭都要想一想 打下去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因為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士講 他說我們要讓烏克蘭打到最後一兵一組 來拖垮俄羅斯 策略在這邊很明顯的 還看不出來嗎 烏克蘭也很慘 打到你最後一兵一組 全民皆兵打到最後一兵一組 為什麼 就拖垮俄羅斯 對美國太簡單出點錢而已 給點武器有什麼了不起 我也不派子弟去打仗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國家真的想想 再打下去 對雙方其實都相當不利了